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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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最後一節 其實我真的看了很多展示 除了剛剛這個首推 另外也想介紹兩個不同的藝術家 一位挺有趣的 因為我真的不熟悉日本東京的藝術家 我只認識最有名的那幾間 有個朋友去就很好 就介紹了一間給我 就說你去這間 是新宿的 他說你應該喜歡他的東西 我就找了他的地址 他關了八點的 我就跟朋友六點多 差不多七點才找到 這間藝術家的名字挺有趣的 名字叫做新宿眼科畫廊 他當然是新宿的 但是很搞笑的 他不知為何instagram的地址是錯的 我們不知為何按一下才找回真的地址 因為他有兩個不同的藝術家 好像一個很流行的日本 一個是相片 一個是畫 我們去了畫那個 去到的時候就是一個group show 所謂group show 即是不是只有一個藝術家 就有四個藝術家 今天主要想介紹一個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或者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可能都見過我和他的一幅合照 我先看第一幅相片 就是這個女生 她的名字叫做Suzuki Takako 寧木桂子 一個日本很年輕的女生 很小時候 她應該 我沒有記錯過 她真的還在讀書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看一看她的畫一邊看一邊說 你看她的畫風也是很有趣的 所謂anime 像日本卡通 這樣說 希望沒有冒犯 像是一些日本學生 無端端會不專心上課 但你會覺得這個同學畫畫很有天分 好像是那種東西來的 這幅我和Koch都沒有讀 我們很喜歡 不過我沒有位置掛 所以我沒有選到這一幅 我想問 講一點這個人 為什麼他都會 也算是紅紅的 不是紅的 他不紅的 我只想講背後的故事 那我就在那裡看 因為我排上的次序 其實我應該講得好一點的故事 但我先放了我和她的合照 但話說我們進去 我就在那裡看 因為一進去 其實她的area 就是你一進去那些畫 一看就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但畫風就是一個人畫的 那你再進去左邊的房間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畫 右邊有第二間房間 就是一個人畫 那你大約分到是四個種類 和四個style 四個artist的畫 那我就進去的時候 就有兩個人站在那裡聊天 那我就剛好 就是看到一些字 看到instagram 就知道那是opening 那有兩個人在那裡 但是差不多關了 就沒有人 沒有嘉賓 沒有來出席的guest 那我就跟朋友說 你猜這兩個女生站在我們前面 是不是畫家 那你要想一下 這裡有四個畫家 然後前面有兩個女生 究竟這兩個女生 就是四個畫家的其中兩個 還是這兩個畫家 是一個在那裡做事的人 一個是人客 還是究竟是什麼呢 很多個possibility 那我朋友說 我朋友說 不要煩 立刻上網google 一google 還有看他的卡片 找到instagram 那他的instagram 不多人 所以我說他不是紅 只有100個人follow 那100個人follow 其實以一個藝術家來說 或者以一個active的account 都算少 但是 他100個人follow 竟然有兩個 敬人 我會說follow 一個就是mister mister就是村上龍旗下的一個artist 即是大家收網可能找到mr 你打mr 然後artist會找到 那mister呢 他畫在那裡買 他最近在釜山有個展 未開展已經賣光了 說他一幅這麼大一個人頭的 剛剛今年阿巴蘇賣50萬 一隻人的公仔賣50萬 大約都是這個level 那第二位呢 就叫ob 畫的東西好像這個 這個寧木桂子 那ob呢 都是村上龍旗下的artist 那你想想 兩個村上龍旗下的artist 都有follow 這個只有100個follow的artist 那就是 究竟這個是什麼人呢 要是他們認識 要是聲聲相識 要是很欣賞他 跟他聊了一段時間 類似問他畫的畫風 因為他完全不懂英文 那我朋友就懂日文 幫我翻譯 類似 他都沒有說到很深 就說 即是沒有好介紹自己的 對 即是他類似說我這些純粹我腦裏面的image 即是沒有好刻意去鋪排一個故事 去講到他很有意義 那我就覺得 很合眼圓 他的畫也都不算貴 貴的定義個人都不同 但我買了兩幅小的 大概是這樣的 那麼 那大約的價錢 都是 1000元 1000多元 這樣 所以 總之這個全會只有1萬元 我先講一下 可以給他畫的照片嗎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你留意一下 其實他的主色 即整幅畫的主色 全部是冷色 沒錯 他的暖色 永遠是放在很小的位置 是的 全部是暖色 我沒有讀過藝術 那你覺得 這件事是否 除了建立了一個很強烈的風格之外 會不會畫這種色 對於人來說 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風格 我不敢說 但是 可能 他這種 這麼 這麼 用暖色 用冷色的 是他自己很舒服 我形容 如果他不舒服 他就不會畫出來 而且這些很耐看 是的 就是好像永遠脫了色 我常常都形容 永遠脫了色 所以剛才有一幅 黑色底的那幅 是 我覺得是他自己 這個是有些故事的 我想有 有些悲哀的 是的 所有東西 你看人的動態 雖然他之前另外那些 因為QQ的樣子 那些畫 令到你會感覺 是少女 開心 是這一幅 零零丁丁 為何這麼 凶 不特別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好像很 很哀傷 還是 不知道怎樣 還有 其實呢 如果你這麼 那麼淺色 這些 他用那麼黑底 他是在代表一些東西 但是他在代表一些什麼 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還未參透到 我參 所以我剛才看了 這張很特別 其實我挺喜歡 所以我覺得 我這次為什麼想說 除了我覺得他的畫 很漂亮 還有現在 他這些就叫做新進藝術家 因為真的 好新好新好新 而不是說 當然 你說 我叫我朋友問 為什麼 Mister 和OB 這兩個藝術家 我用一個很宣傳的方法 去問 免得我好像很調查 他的Instagram 我問我朋友 你問他 他認識不認識Mister 他就說 原來他們不認識 但可能大家欣賞 大家的東西 就follow了大家 我覺得 作為一位當代的 都叫做大師 都會看得起 這位妹妹的作品 他一日成為 一個後戲之秀 或者成為一個妹妹的巨星 都不會出奇 你買了 我買了兩幅小的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買了一個Post 令到我 四位朋友都買了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推廣 我覺得 我自己真心 不是假裝謙虛 我絕對不是一個KOL 但我覺得 有時候 如果有人這樣留意 然後我可以共同分享到 一些我認為好的東西 而別人都覺得好 又可以幫到藝術家 因為如果他買得好 因為我去到的時候 只有我買了東西 我不是想假裝我是些什麼 很有眼光軟見的人 但我覺得 如果他Gallery 突然間這麼多香港人 在香港買的 挺好的 會不會考慮 繼續搞多個展 下次貴一些 其實都是這樣 買得好 再畫得 用心一點 再飆貴一些 慢慢一步一步上去 可能他真的 成為村上龍旗下的藝術家 都不奇怪 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這個叫什麼名字 寧木季季 寧木季季 寧木季季季 然後我剛才細心看他的畫 其實 很少女 可愛 外表他很多東西 原來裡面 很多故事 所以 少女心事 大家研究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當中獲得一些功名 好 最後只剩下一點時間 還有最後一位非常有趣的藝術家 這個藝術家 我們先看看照片 他的名字很巧 他叫Walid Bashti 他其實就是 我主打相講 我根本都沒有留意到長的 我只留意這四個相 你就這樣看這四個相 你覺得 怎樣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戰品 獨立1919的賣 獨立1919的賣 大家看到 有些是透明玻璃 有些是好像啞黑色 我給大家看多一點 那你看到 瀾了 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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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 難得是很獨一無二的 館長 甚至有這張紙,這張紙就是他過關的時候 要寫我報了,這東西值多少錢,裡面有什麼多重的 我寄給誰,我的地址是什麼,我的電話號碼 那份方法都連起來是一套的藝術品 好了,價錢先放到最後 我不是想討論這些東西賣多少錢 這個人在2007年開始做FedEx的系列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教授,但他有名是拍照的 但這個系列也叫做很有Noise 因為他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東西呢 有一天他發現,原來FedEx是申請了一個專利 是這個尺寸FedEx的盒子,他買了專利 專利是什麼呢,專利不是說我這盒的地址買了專利 原來這個世界上是不可以有其他人做一個這樣的尺寸的盒子 你會覺得,嘩,這件事這麼像北韓,這麼獨裁 竟然有人可以將一個容量去買一個專利 即是說,這個多少成多少的容量就是我FedEx的了 你們永遠都不用自開用的 他就覺得,原來他用volume這個字,即是容量、空間 都可以擁有的嗎?你怎樣擁有一個volume呢? 於是他就想到,他就將一些玻璃盒,有幾隻不同的材料 即是你剛才看到有些瓦克,有些玻璃盒 他就將這個FedEx,這個FedEx的盒子是真的 他就在FedEx說,我要一個這些盒子 然後他就量幾大,他就做一個這麼大的玻璃箱 就放回裡面,然後他故意不包那些bubble紙 然後又不黏FedEx,就整個盒子這樣寄 就每次由他的studio,就寄到Gallery那裡 打開的時候就看爛成怎樣,再將那個盒子放回盒子 那盒子就成為了一個托 好了,你說他做這件事,他除了想探討 為什麼volume這件事可以給一個人有專利 以及怎樣可以買到之外 其實他都想講 我覺得是一個控訴 是的,也是一個控訴 當然如果你本身不購買這件事 或者覺得藝術根本都是狗up的時候 你當然是說他亂up 但他就想講,其實一件物件或者藝術 在travel的時候,那個過程 他想讓你反映,其實鬼不知道什麼 你不砍就爛了 或者你買保險不見了,鬼不知道 但他就覺得當你看到這個盒子的時候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第一節說的時候 我看到那幅畫的時候,我想回那個trip 我怎樣拿回來 所以我會很gap他那件事 我看到這個盒子的時候,我會幻想到 究竟他怎樣扔爛它 怎樣來到這裡 經過了幾輛貨車,幾輛倉 幾輛人手才來到這裡 有個藝術評論家就說 Bashti 這個藝術家 其實他有一件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記載一件事的前身 和後的後果 譬如我有一部電話的 表面是裂了的 但他可能呈現這件事的時候 會令你想起,是裂了的 原本不應該裂的 究竟他怎樣裂呢 即是他可以擺出來 用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你想到那個故事 亦都比較容易猜到 我看到的時候,我會覺得 很棒 你比起一、兩、三年前 我都會覺得是注尊的 這樣的藝術品,我也做到了 我當然不會買 但我很欣賞 亦都令到我很想念 好,來到最後 都要說一說錢 你猜賣多少錢 一塊錢 一萬元是甚麼 我當初猜 港幣 港幣要 多一點 三萬 樓下 差不多 五十萬日圓 五十萬日圓 對不起 我記錯了 不是五十萬日圓 是 五十萬港幣 多很多 不是少少 我自己都記錯了 我原本想說五十萬日圓 但是五十萬港幣 我覺得 今集時間又很快地完了 沒有時間 其實他沒有想著被人買 我覺得有人會買 一定有人會買 但我覺得 因為你要想想 其實當他 這個包包的箱 寄回給買家的時候 又會爛多次 又是第一個感覺 今集就分享了 不少藝術的事情 希望沒有悶到一些 對這件事沒有興趣的觀眾 下星期應該會有 更多主持回來 迎生會 下星期繼續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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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